接下来为您播出热线12 十一年前他为何会被亲生父母抛弃 应该说他的情况是不够成一七岁 十一年后他的亲生父母又在何妨 还是想找到孩子的亲生父母 但是没有找到 寒心如苦十一年 房东又为何坚持抚养 有看这么久一会儿 稀罕就留不定 加油金宝上集热线12即将播出 各位中午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曹东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将继续的来关注天津港812 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 现在距离爆炸事故 已经过去整整差不多60个小时了 今天上午天津市政府新闻办 召开了发布会 发布了一些最新的消息 下面我们要电话连线的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陈庆斌 庆斌你好 主持人你好 在这次新闻发布会当中 你了解的最新的情况是什么 好的 那么在这个发布会一开始 天津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 龚建生是首先通报了最新的伤亡情况 那么目前事故事故的死亡人数 已经由原来的56人上升到了85人 另外他还对网上流传的一个消息 也就是瑞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知峰是天津市某市领导子女 这样一个消息进行了辟谣 他表示这位所传的知性市领导 只有一个女儿 并没有儿子 知峰与他并没有任何关系 对 除此之外 我们也非常关注 比如说危险品存放的区域的确定 还有污染的情况 是不是也有最新的消息 好的那天津市安监局的副局长高怀友 对现场的监测是进行了通报 他表示这两天安监部门是组织了交通 公安海关和天津港等部门 对事故的企业责任人 负责人安全管理人等相关的人员 进行了调查询问 通过市交通运输委 以及海关报关的数据 以及相关责任人的回忆 初步认定这些微化品 主要是集中在货厂的装箱区和运底区 那么其中的装箱区包括的物质 主要有甲 钠 氯酸钠 烧解 硅化钙等十几种化学品 那在运底区呢 主要有甲酸 硝酸 氢化钠 本粉 本胺等 那在这个区域的化学品呢 因为大多装在这个集装箱里 还没来得及拆装以及申报 所以呢 要确定这个数据呢 还要有一定的时间 那安监部门呢 也已经和这个货主取得的联系 对微化品的种类数量进行核实 在这个现场处置上呢 为了防止这个次生灾害 一是呢 组织了清华纳的生产企业 参与现场的处置 第二是呢 组织这个渤海花工 等本地的花工企业 来喷洒这个双氧水 此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组织这个天津港 构筑这个维艳 防止里边的废水外溢 嗯 对 好那关于这个大家最为关注的 有这么多有毒的物品啊 经过这次大的爆炸之后 是不是会对这个空气啊 土壤啊 呃 还有这个地下水等等造成污染呢 监控的最新的数据是什么呢 好的 那天津市环保局总工程师包经理呢 对这个情况也进行了一个介绍 呃 两个水环境一个海水环境监测点位 那么截止到十呃 十四日的二个四时 共采集空气样本是五百四十个 呃 检测了包括本甲本 二甲本等十二项指标 那其中呢 十七个点位中四个点位挥发性有机物 累计出现了次次超标的情况 呃 还有一个点位是二甲本超标一次 其余个点位呢 都没有超标 尤其是大家关心的这个氢化氢 没有检出 另外五个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显示呢 周边环境空气整体处于二级良好和三级轻度污染水平 所以环境总体健康 健康没有过多的影响 那空气质量除了核心区 周边环境质量也是没有太多问题 水的质量超 呃 水的质量方面呢 超标的废水已经控制在有限范围内 对呃 污染的场区呢 呃 这个已经组织用一圈的沙带进行了封堵 这样外面的水呢是进不去 里边的水也出不来 对周边没有大的影响 嗯 嗯 好 非常感谢清斌 谢谢 辛苦啊 嗯 好 马上进入今天的热闲故事 热闲故事说的是一个好心人叫刘平 他收养了一个小孩叫金宝 那么金宝呢 有自己的亲爹和亲妈 但是却一直管刘平的儿子叫爸爸 管刘平的女儿叫妈妈 今天天气晴了 我的妈妈来了 我的妈妈还给我了十元钱 作为中秋节的零幼钱 到了晚上 我的爸爸来了 他还给我买了两个玩具 一个溜溜球和一个陀螺 我和爸爸一起玩 正在读日记的男孩叫金宝 今年十一岁 在他的日记中 妈妈会给他零花钱 爸爸还陪他一起玩陀螺 看起来他的爸爸妈妈都很疼他 不是亲爸亲妈 对亲爸亲妈没有印象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金宝日记中的爸爸妈妈 又是谁呢 你的爸爸是谁呀 奶奶的儿子 我说你去看看妈妈 看你也个爸爸 那可不行 你本来就是奶奶嘛 喊你妈妈干嘛 今年五十六岁的刘萍 就是金宝口中的奶奶 他说 金宝的亲生父母 在十一年前 将金宝抛弃在他家 十一年来 一直没有回来找过他 因为金宝的亲生父母 和他的孩子年龄相仿 因此他让金宝叫他奶奶 2015年3月1日 热线12栏目的短信平台收到一条短信 短信中说一个男孩在出生不久后 就被亲生父母抛弃 十一年来一直没有回来过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记者赶往山东省济南市 了解情况 这里是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的网关庄 发短信的刘萍就住在这里 到了约定的地点 刘萍的电话却无法接通 提起刘萍和金宝的事 很多邻居都知道 他知道好像不是他家的孩子 他也不太清楚 好像他养了金宝宝 他奶奶叫刘萍 那他都弄不了了 你把金宝这个小孩知道 他奶奶叫他 那都弄不了了 他家那边能带我们房子去 就这个地方都是他奶奶家 就这个车 眼前这个房子就是刘萍的家 当记者来采访的时候 刘萍正在照顾卧床不起的丈夫 说起给热线12栏目发短信的事 刘萍说 她是纠结了很长时间以后 才决定这么做的 我不愿意暴露 不是考虑我 或者考虑这个孩子 他不大了吗 你想这社会的人都认识他了 讲了以后 他父母没有登记 没结婚 因为他 他就和他有个短处 是什么想的 金宝是在父母 没有登记结婚的情况下出生的 出生十个月以后 孩子的父母就先后离开 为了找到金宝的亲生父母 刘萍还求助过当地的媒体 为了详细了解当年发生的事情 记者辗转找到了当年跟踪报道这件事的山东电视台记者 谢经义 当时 刘萍和吕健 给我们打电话 说 刘萍小两口 这个在他家里生了孩子之后跑了 通过采访 谢经义记者了解到 金宝的父亲叫志才 当年只有二十岁 母亲叫新春 只有十九岁 两个人当时租住在刘萍的家里 那时候在那组房子一个月得要他一百块钱 这是十年前的事 因为他们家的房子 出在济南市市区的一个边缘地带 房子相对来讲比较便宜 那叫什么 修量扣 那意思 那年轻修量扣 然后看着女孩子团人打肚子 十一年前 刘萍夫妇 会将家里的空房子租出去 那时候来刘萍家里租房子的人很多 他并不在意房客是否挺得大肚子 可让刘萍没有想到的是 就是这个大肚子女孩入住的第十天 一个突发事件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 我这大门插着吧 他就抢了大门 抢了大门 他就喊过 他说大姨 我们生来生来 我说谁生的呀 他说 那妈妈对想生的呀 来敲门的人正是制裁 看见他慌张的样子 刘萍来不及多想 就跟着制裁 来到了他们的房间 这就是新春生孩子的房间 现在已经租给了别人 但房间内的布局 基本和十一年前一样 他这个床把市长在这治着吧 那个女孩子就在那躺着 那个孩子就在这个床的这个架上 这个床的架上 就是孩子身在底下 或者什么的 一些水 就在那个生完孩子的羊水啊 还有那些那个气袋子都楼出来 可能我叫他给抱那个孩子来 我不记得 你不能孩子怎么上这边来 刘萍被眼睛的景象 吓得慌了神 几分钟后换过神来的刘萍发现 孩子一直都没有哭 难道这个刚刚生下的孩子 已经夭折了吗 孩子的哭声让刘萍放了心 他赶紧拨打120急救电话 将孩子和他的妈妈送到了医院 第二天一早 孩子的父亲制裁 又来敲刘萍家的门 他要向刘萍借3000元钱 给孩子交住院押金 可刘萍并不想借钱给他 把催促制裁 赶紧让他的家人给他送先来 两千元钱很快就花光了 五天以后 智才带着新春和孩子就出院 回到了刘萍家 而此时刘萍才知道 智才和新春的家人 一直都没有到医院看过孩子 看着两个孤独无助的年轻人 看着一个傲傲怠不大 刘萍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 照顾起新春和他的孩子 一个月子再没让他找到那水 也没让他乱那地儿 智才和新春租住的不足 十平方米的房子是临街房 为了让新春和孩子 有更好的环境休息 也为了照顾起来更方便 刘萍把他们的房间 搬到了自己卧室的旁边 这个屋把这个窗是这样置着的 这样置着的 这边放着一个那个 一个那个什么厨子 就是电视机厨 就为了让他防衣服 防便嘛的 这些厨子都是原来建安屋的 那时候刘萍将自己的家 装修成家庭旅馆 每天都有很多人来住 为了孩子的健康 刘萍还关闭了自己 经营的家庭旅馆 刘萍在并不了解 制裁和新春的情况下 全心全意的照顾孩子 他希望孩子 能在最好的环境下生活 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制裁搬到他卧室 隔壁的第四天 也就是孩子刚刚满月的时候 制裁突然消失了 这刘萍啊 真的是好人 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 这位是黄丽玲 黄律师 欢迎你 这位是李志勇 本栏目的特约评论员 欢迎你 我们看到这刘萍啊 他跟这个新春和制裁 那真的是萍水相逢 而且人刘萍自己是房东 那俩是房客 没想到这俩房客呢 未婚先孕 生下孩子就给人家刘萍 给拽这了 然后自己先后消失 是吧 刘萍照顾好 这两个萍水相逢 生下的孩子金宝 还无怨无悔 那么刘萍他到底图的是什么呢 这由你一个分析一下 非得图什么吗 我愿意听这样的话 这说图什么 这都是一种经济理性 这是做买卖 所以我原来主持台经节目 您看这个 我们看韩剧哭得稀里哗啦 您不是图什么才哭 这是人的本能里边 有一种利他的冲动 好 刘萍他真是把这个冲动变为行动 这就非常难得 这是个善人 这是一个善人的善举 是吧 对 但是你翻看那俩人呢 新春和制裁是吧 这俩有点白眼狼的意思 说走就走 你怎么看待这小两口呢 你看这两小两口的年龄 一个二十 一个十九 他们都是没有达到法定的结婚的年龄 但是由于这种冲动和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造成了这样的未婚先遇这样的一个后果 而且呢就从他们这种冲动型的这种行为能够看出 他们缺乏为自己这个行为承担后果的这个能力 也缺乏这样的责任感 就这份心他们也没有 当然他作为一个孩子的这个父母的话 他有一个天生的这种的天性啊 他们遇到了这种好心的刘萍大姐 然后刘萍的这个善良和热心 让他们觉得说这是他们推卸自己责任的一个最好的机会 他把孩子给拽这了 就是遇上好心人啊他欺负人家没完没了 一次又一次一会儿我们还会继续看到是吧 肯定新增和制裁的这种行为在道德上是要遭受谴责的 但是目前我国的法律拿这两个人有办法吗 他们的行为在法律上定性呢 他绝对是对孩子的一个仪器 但是由于他们非常幸运 他们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大姐 那么他们这个仪器行为呢 没有给孩子造成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比如说孩子的死亡啊 或者是状态疾病啊 孩子反而被照顾的很好 所以呢 他们不会被追究形式上的这个遗弃罪 这样的一个形式责任 但是他们的民事责任 他们民事上的这种法定的义务是不能免除的 那应该怎么尽义务呢 这个作为义务的话 首先他们作为父母对孩子的抚养责任 是他们的法定义务 无论是从能力上的照顾 还是说经济上的负担 这个是他们不可推卸的法定责任 那么作为流平大姐 替他们照顾孩子这么长时间 为此付出的人力物力经历财力等等 这些都可以作为流平女士的损失 你说的是理论上的 如果作为这个新春和制裁 我就是不理你 你爱怎么判怎么判 我就是不管 我就扔这 我就消失 有办法吗 这个是可以上法院起诉 然后申请强制执行 但是特别麻烦 要依靠法院的强制力量 但是这也需要我们这个作为债权人流平夫妇的话 我们要这个主张的这种决心 但是这个善良的流平大姐 他可能不会愿意用这种方式 去主张他的法定的责任 真让你猜对了 他还真不这么做 所以才有了后来这金宝 管流平的儿子叫爹 管流平的女儿叫妈 是吧 怎么回事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故事 制裁走的时候 孩子刚满月 那他去了哪里 又为什么要走呢 在制裁走了以后 刘平更加细心的照顾新春和孩子 新春也终于对他敞开了心扉 他俩是往上认识的 认识以后你两个人就见面 见面以后他两个人就 就是说一块呢 就和当时一见一种情势 两个人就和上来 就在长庆筑房子 年轻人在一块 对于安全啊 对于这个生活啊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讲究 然后两个人在一块 在一块后来觉得怀孕了 怀孕了因为年龄都很小 也没有给家里说 就在外边就把孩子这个生开来了 新春的家居住在济南市长青区 他的父母一直反对他和制裁交往 在得知新春怀孕以后 他的父母曾经要求他和制裁尽快结婚 刘平说 没有登记结婚就生孩子 以后会有很多后续问题 他也曾经想过要将孩子流产 可他并没有那样做 因为新春在怀这个孩子之前 已经留过一次产 他听说流产做多了 以后就再也不能怀孕了 你听说过不结婚 不生孩子 不结婚不登记 不能有孩子 这是违法人知道吗 你可得听说过这个吧 是吧 你光听说过哪个人 你没听说过这个吗 是吧 我就说他 我说这个他也不自身的 虽然刘平会责怪新春 但在责怪的言语中 又流露出对新春的光暗 这让新春非常感动 他还任刘平做了干妈 小孩的这个妈妈呢 觉得我在这个地方生存 我这一切 从这个艺术住行 各个方面都依靠 这个这两两口 那么我怎么来汇报他们呢 可能就是用这种办法 来去的一种相互关系 这种亲近 两家人的关系更近了一步 可让刘平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孩子不到60天大的时候 新春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 也离开了刘平的家 不知去向 为了找到金宝的亲生父母 刘平四处寻找 但始终没有找到 无奈之下 刘平只得向当地媒体求助 第一想呢 还是想找到孩子的亲生父母 但是没有找到 刘平家有一个被抛弃的 健康男婴的事情 被媒体报道以后 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很多人来到刘平家 表示要收养这个孩子 甚至有人出资20万元 让刘平夫妇把孩子给他们抚养 刘平始终认为 孩子的亲生父母一定会回来 六个月后 孩子的母亲新春果然回来了 他告诉刘平 他一直在山东淋漪 和孩子的父亲一起生活 虽然对新春的很多做法都不满意 但刘平夫妇还是接受了他 就在新春回来的第十天 制裁也回来了 他们在济南市的一个公园见了面 双方的谈话不欢而散 那制裁为什么回来呢 回来的目的又是什么 原来在新春回来之后 刘平觉得他们的事情应该有一个了断 因此他让新春把制裁骗了回来 回来后的制裁并不想和新春在一起 也不想要这个孩子 然后通过通过一定的法律手段 然后通过一定的法律手段来进行对他进行强制性的执行 这位没救也没给 一天一分也没给 孩子两块疼也没见 也没站也没探上他的 他没法支付 因为很快就联系不上 在制裁回来以后 刘平已加到照相馆 派了这张全家福 没过几天 制裁 留下一封信 就走了 我于新春在未办理核发手续的情况下生有一子 当时双方父母均表示不要孩子 经二老同意 我决定将孩子留于二老抚养 自此以后绝不探望 即骚扰吕家 且永不后悔 希望二老能受累 将孩子教育成才 就是那时候他走的时候 那孩子就第一个喊的就是那个爸爸 哎呦当时喊的时候 哎呦我那个心里还觉得怎么了 不行他这个当爸爸的这个心里就这么黑 喊着他爸爸他就跑了 你知道吗 喊着他爸爸就走了 那时候他就是 有 就是有 怎么说的话 就是有 也就是那个 一生爸爸并没有留下狠心的制裁 那他为什么会 抛弃刚刚生过孩子的女朋友 和傲傲逮捕的孩子呢 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感觉这个孩子啊 也倒是一个 比较本分的一个孩子 比较本分的一个孩子 但是呢 就是 他的这种责任感不是太强 比较好玩 对于工作的那种 这种叫什么呢 执着性 我干一个工作 我不管干什么工作 我只要挣钱 能养家 我就会这个 全身心地去投入去工作 也不像是这个样 属于那种 想挣大钱 但是呢 又整天下忙活了 不敢活 好吃懒做 就是 狂靠女人吃软饭 就这么个孩子 这现在都知道了 原来咱不知道啊 原来听他说这话 都认为是真的 实际上一句实话都没有 好吃懒做 吃软饭 一句实话都没有 刘平为什么会对金宝的父亲 做出这样的评价 原来 在金宝出生以后 金宝的姥姥曾经来看望过他 还给金宝的父亲 留下了一千元钱 这个男孩子没自生 也没给这个女孩子说 说你父母给我留下 一千块钱都没说 你算吧 他拿着一千块钱又走来 咱们就 咱们就话拿起来 原来金宝的父亲 在金宝母亲坐月子期间 在网上又找了一个女朋友 他这次去林仪是会网友的 从林仪回来后 金宝的父亲和刘平保证 要痛改前非 他还找了一个设计的工作 学笔记本在家里边搞设计 然后呢 旅行就去给他买了个笔记本 买了电头两个月 一个工资 咱们拿下来 我说你该开工资 你们还不开工资呢 这都俩约了 老板怎么扯怎么执 那一次 当时给不了 类似的事情越来越多 刘平对金宝的父亲产生了怀疑 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 刘平还去了一次制裁的公司 我到那里以后 这个门一盘 底纸 我全起来 起了原来是个住家户 人家不是什么公司 除了这张身份证以外 金宝的父亲没有留下任何信息 在他走了三个月以后 金宝的母亲也离开了他 那金宝的母亲去了哪里 他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这个女孩子怎么说呢 也无法闹 就是个人的事 他都无法闹了不定 咱要说他就快没太大事 看的是一个 比较单纯的一个小女孩 也不是太说话 但是呢 就是感觉呢 属于那种 不是非常的这个安慰现状 谢经义记者回忆 金宝父亲走后 金宝母亲一直都和刘平夫妇 生活在一起 刘平还帮他找到了一份工作 很快金宝的母亲 就和那个厨师 确定了恋爱关系 两人开始谈婚论嫁 他说嘛 这个男的不让我有孩子 我有孩子 他就不要我 我长男的你也别给 生得到的吧 我说他光疼你 光稀罕你 才几女 我对吧 你敢要是他不稀罕了 我说他你不等你 还是你也不就 无论刘平怎么劝书 金宝的母亲根本听不进去 两个月以后 金宝的母亲也走了 留下只有一岁大的金宝 为了给小金宝一个完整的家 刘平夫妇希望 给小金宝找个爸爸妈妈 后来又跟孩子商量 跟孩子商量 孩子也同意了 咱就不求外头人了 是吧 怎么说 那当时跟你儿子说到 他只是带着这一个职位 不让他付出 你明白吧 他见你喊爸爸 你应该喊叔叔吧 喊爸爸 爸爸你大应就行了 就这样 刘平的儿子和女儿 就变成了金宝的爸爸妈妈 两个人都在外地 但只要回到济南 他们都会去看望金宝 在金宝眼中 他的爸爸妈妈都非常疼他 在人家刘平这儿 说起实在的 这个新春和制裁 就是名副其实的白眼狼 但是你想当成白眼狼 作为我们普通人还挺难的 可是这两个人 瞬间就成了 给分析一下 为什么这两个人 具备白眼狼的天生的素质 我先说这姑娘 这是个糊涂蛋 太糊涂了 糊涂 她的认知模式 有两个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叫做 不懂于控制 不善于控制自己的人生目标 过今儿不说明 你看她网上认识个网友 就出来跟她同居 一同居就流产 流产之后生孩子 她都没有做过规划的 她没有对自己行为的后果 进行预判的能力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更可怕 她不善于纠正自己的错误 她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 已经认识到男的对他已经不是什么真心 就是图他的钱了 她已经弄明白了 这边特别赤裸 说你有钱来找我 没钱 你离我远远的 但我怎么能够有钱 作为一个女人 居然偷别人的手机卖了 然后求男人 你跟我好吧 没错 但她这个时候 她还沉浸在这种模式里面 并且你看她将来 她找到厨师什么的 也不能保证 她不遭遇同样的悲战性 她认识两个月迅速的就谈到孩子的问题了 说明她什么 她认知人生 她把控自己 就是说她的人生是没有控制的 这种过法非常可怕 就是脚踩西瓜皮 划到哪算哪 太可怕了 再说说制裁 这男的 这个人是个极度自私 可以说是极度没有责任感的一个人 你觉得刘平给她那几句定语合适不合适 太合适了 叫自私 是 吃软饭 是吧 还有什么我想不起来了 她在她身上没有任何 比如人类社会形成了一系列的道德约束 说这个人情势力 你这都是极不道德的 你要是让人这个姑娘生了孩子 扔到这不管了 这叫屎乱中气 过去讲 是吧 然后还要挣人家的钱 人女方给一千块钱 拿着就走 看到在女方坐月子的时候 在网上还另外约女网友 对 你说这种人 要说渣男吧 就不好听 实际上这就是渣中之渣 别渣男了 就人渣 是吧 有点那意思 是 这个黄律师 你给分析一下 这里边有什么法律问题 我怎么想不起来呢 其实这里面我们要去 刚才也想了说 对于这个孩子来说 谁是他的这个法定的应当尽应务的人 那么为什么他会造成一个这样的局面 让一个本身没有法定责任的刘平 就是他们夫妇 对于这个孩子尽到了这样 关心的这样如此细微的这样的一个 抚养的责任 那么应该给他尽责任的这个父母 到哪里去了呢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呢 刚才李志勇老师也分析了 他们俩的这种性格特点 但是在这里面我们说 作为一个在恋爱中的女孩子 这个新春 她好像显得是 就是好像智商为灵一样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跟她的这个性格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觉得在她身上的这个 极度的缺乏这种自立意识 自主意识 而且她有很强的这种衣服性 比如说她后面认识到的这个厨师 她认识这个厨师之后 这个厨师说 你要跟我好 你就不能要那个孩子 有那个孩子我就不要你 她立刻就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她就说我不要这个孩子 她根本就不听 她不听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她会觉得说 自己的人生是衣服在别人身上的 那么这样的话 作为一个完全明示行为能力人的话 她其实缺乏必要的这种判断能力 也缺乏必要的这种承担责任的这种自主意识 这样的 她的人生是挺可怕的 她的人生真的是没有任何规划 而且不会有任何主张 所以她对于在自己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她没有一个预判 她对于说恋爱的后果是什么 生子的后果是什么 由此产生的这种责任 她应当怎么去承担 她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判断 对实际上对于这个新春来讲 她最佳的选择 既然这个刘平啊 已经把金毛当做了叫外孙子 是吧 管他叫姥姥吗 那你就干脆叫奶奶 不管姥姥还是奶奶 反正都是隔着一辈 你作为这个新春 你就管人刘平叫妈妈就完了 然后呢 妈妈对你又是非常的当自己的女儿一样的疼爱 什么事都跟你掏心窝了那么说 但是你发现了吗 他对这个刘平也是 我需要你的时候 我没地儿的时候 我就来 反正我打着看着金板的这个旗号 然后哪天呢 我外边有了男朋友了 我说走就走 而且你跟我说什么呢 全是耳旁风 是吧 最后咱们还有点时间 再说刘平这个人 我觉得这个人是个 真是个大善人 如果说他们那俩人呢 用这个米兰昆德拉的话讲 叫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是没有任何责任感的 刘平是一肩担尽古金筹 他是真是不干他的事 他都要拦起来 刚才说的他可以去告啊 他法院里申请这个民事责任 他确定是可以的 他就不告 我自己把他承担下来就完了 这样人太好了 十一年前 他为何会被亲生父母抛弃 应该说他这个情况是不够成一七岁的 十一年后 他的回家之路又成难题 收养不成 回家受阻 十一岁男孩的未来 又再喝饭 加油金毛下集 热线十二 明日播出